这是一只很猛的神仙狗熊 他身披战甲 仰天长笑 站起来有40米高 给对面的士兵都吓懵了 而就这样一个狠角色 刚刚却还在给人类打砸 男人往桶里倒78度的福特加烈酒 这是他每天的报仇 女孩第一次见他时 不知道兵员霸主为何沦落至此 于是掏出黄金罗盘 那罗盘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很快他就得知 那狗熊原来是狗熊王国二王子 因为决斗败北 失去王位继承资格 人类趁机又将他的玄铁战甲抠走 被驱逐的他 流落到这里 从此一蹶不振 知道真相的女孩小美 用罗盘找出了战甲 就在镇上的教堂之内 狗熊立马重燃斗志 他飞快往教堂奔去 一路横冲直撞 小美紧随其好 来到教堂时 发现已经堵了大批士兵 狗熊一个猛的冲出教堂 剑拔弩张之际 小美冲了出来 挡在他们身前 可那士兵不知好歹还要订攻 这时 一把枪抵住了队长的脑瓜子 援军赶到 面对威胁 士兵们只好停手 经过交谈 狗熊这才知道 他们要去北极 解救一群被抓起来 当做试验品的孩子 为了报答小美的恩情 狗熊决定和他们一同上路 夜晚 一群人扎营休闲 就在这时 几只弓箭迅猛射了 一只神秘队伍 朝他们发起猛攻 小美慌忙逃窜 那标枪笔直朝他扎去 狗熊一个W 当下攻击 他化身雷霆领主 横冲直撞 十分生猛 此时的他 已经杀疯了 完全没有注意到小美 已经被掳走 小美被抓起来 带到狗熊王国 当做礼物 送给了熊王 熊王一直想 收个人类当宠物 小美脑瓜一转 说自己已经和他二弟 签了契约 如果想收他当宠物的话 就只要再打败一次二弟 那契约就作废了 之后又是一顿彩虹屁 给熊王心里吹得美滋滋 他觉得自己又行了 第二天 立马穿上盔甲 戴好头盔 准备迎战 二弟也迅速赶到战场 这次决斗 他准备好久了 两只狗熊 嘶吼着扑向对方 二弟猛的上前 就是一炮子 但大哥反手一押 将他的头盔打掉了 大哥看着曾经的手下败相 发出邪性 随后想一口气将他解决 但没想到 二弟竟有些难缠 他好不容易 将大哥的头盔打掉 但自己的手被咔嚓一口 二弟一拳一拐走上前 那大哥认为自己赢的领 对着他嗷嗷叫唤 就在他放松时 二弟抓准时机 上去就是一熊子 给他下巴都干掉了 扔一嘚子 随后又哭吱一口 让大哥驾鹤西去 二弟重新赢得尊重 当上狗熊之王 但上一秒 还是尊贵的王 下一秒 就被小美骑在身下 他驮着小美 速度干上七十脉 心情是自由自在 很快 就到了那个悬崖边 关押小孩的地方 就在前方 但只有一座冰桥 看起来十分易碎 为了减轻重力 他们决定依次通过 但走到一半 冰桥还是塌了 小美快速跑到对岸 狗熊美挡在身后 她独自来到基地 那人一看 有小孩主动送上门 十分热情将她带了进去 进去之后 小美找到了自己的朋友 躲过勘查 他们来到一个房间内 询问黄金螺盘 要如何越狱 就在这时 一帮工作人员 走了进来 领头的叫金姐 声称自己解决了 最大的麻烦 现在可以安心的做实验 说完就转身离去 小美由于紧张 不小心踢到了桌角 她像被小鸡一样 提了出来 随后被关进一个笼子里 她被当成试验品 电流缓缓通过铁丝 危难时刻 金姐竟然冲了过来 拉开铁网 将小美救出 但是金姐做这一切 只为了得到她身上的 黄金螺盘 小美很聪明 给了她一个假盒子 等金姐打开时 一只巴掌大小的马棚 冲出直接给她撞倒 小美趁机 冲进控制室 一顿瞎岗 毁坏了所有的安保系统 她带着一帮孩子 冲了出来 但刚跑到门外 又被一帮看守 拦住了去路 一匹恶狼飞扑向前 狗兄直接一巴掌 拍飞恶狼 紧接着冲向看守 游进无人之境 但被冲散的看守 还是朝着孩子跑去 依然堵住小美去路 就在她要动手时 一个女巫赶来 瞬间送她驾鹤西行 随后 一大波女巫 也加入了战场 看守们各个成了活板子 这就是团战中 射手的作用 而狗兄被挤人 套上绳索 给绑了起来 由于人多势众 狗兄很快就体力不支 就在这时 另一波支援部队赶到 坐在飞艇上的射手 连开竖枪 将狗兄身上的绳索打定 解开束缚的她 一巴掌就拍死了 抓到小美的看守 在狗兄和支援的帮助下 看守一方 很快就处于劣势 最后 狗兄拿下团命 站在人堆中 发出胜利的怒吼 被抓走的孩子 最终得救 但小美此刻 并不打算回家 她将用黄金罗盘 寻找失踪多年的父亲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你是更想要 预知一切的黄金罗盘 还是能时刻 保护你的狗熊呢